我去ATM我都一年十次的话 那如果一个月一两次 我不觉得大家觉得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陈佩奇专访回应 ATM理财数六百多万 为何分六十次存入 六年之内用ATM转账六十次 到底算不太平凡 柯文哲的气质 陈佩奇他说单纯是认为 到零贵转账过于麻烦 但是却被利用的议员之一 为何不干脆用手机的网银来转 其实这个对我来讲 比去银行让我自在多了 因为有些银行 当然就是对我很理议 他说你来的时候 为什么要抽号码牌 我请你到贵宾室里面去坐 我帮你办理就好 那其实我不喜欢让人家讲 我是一个特权 陈佩奇所指出的金流 不管是选举补助款 或者是这些薪资的来源 都是直接入账的 没有道理不用网银 而直接去把它领出来 现金再存进去 这真的非常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北市议员持续批陈佩奇说谎 因为周刊点出 2020年3月10日 柯文哲跟应小微便当会 当天签下速审速决 正好同一天 陈佩奇密集的以ATM存现金 之后2023年9月30日 柯文哲到桃珠影园跟审庆金欢唱 从当年10月到今年5月 陈佩奇在40多次到ATM 存进三个子女账户 共462万6千元现金 应该要算那个interval 但是我一直看他这个新闻 他并没有想解释我说 他就把其中的两次 拿来跟金华城的什么便当会 跟通过连在一起 那我也是想要访问大家就说 那剩下的八次呢 周刊对于时间点是非常清楚的 陈佩奇他却用一个长时间的方法 来模糊就是相关储存的时间 陈佩奇将600多万分60次ATM存入 是否合乎常理 有待检方离清 TVBS新闻洪富华范雨萱 叶芳伟陈永文台北报道 阿北回来了 2018年柯文哲成功连任台北市长 赢得58万多张选票 也为他赢得千万选举补助款 那那年的花费 就是人事跟活动的花费 1500多万 所以那一年也还有200多万的选举补助 按陈佩奇说法 为连任台北市长 柯文哲抵押房屋贷款 2000万 选举花费1513万 而选举补助款 约1742万 因此结余228万 但当时发言人柯玉安却说 钱不是这样算 那2000万的贷款 在选战的过程当中就把它花光了 还亏60万怎么办 还好 当年柯文哲自己都说过连任市长 还亏了60万 如今怎会变道赚 柯玉安强调当年1742万的选举补助款 加上退回200万保证金 因此应该还有58万缺口 怎会跑出200多万结余 柯玉安指引陈佩琪是否将政治现金纳入私人口袋 因此才会有近300万落差 但2024大选选举补助款同样有争议 都是从柯文哲主席自己的那个私有的那个账户里面 弄出去的 那这个是全部的一个证明 秀出4300万买房证据分别由合库 一银富邦汇出 但过往柯文哲财产申报都只有合库 要么就选钱隐匿 要么就是选后开始大理财 陈佩琪为夫亲上火线 但选举补助馆的钱怎么用 哪里来 似乎又为柯文哲多天一笔争议 TVB的新闻众后报道 公开喊话监察院这里一次有违法案件 名长议员简苏培指的就是柯文哲夫人陈佩琪 在保管箱里面放的100万元 我不否认就是说自从先生当了市长之后 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工作 我是有放一些少量的现金 出事的话都会跟小孩子讲说 你们有50万50万可以当紧急的生活费用 而且除了这100万元保管箱里还放了什么 陈佩琪也直言不讳 放的都是就是爸爸妈妈在我结婚的时候 给我的一些金氏的嫁妆 还有婆婆送的一些预期 其实那个保险箱是一个蛮古早的保险箱 虽然保管箱是合适开设的暂且不得而知 但确定的是在两个保管箱里面共放100万元 还有金氏预配等嫁妆 最早可追溯到柯文哲陈佩琪结婚的1991年 只是无论是柯文哲担任市长 最后一年的2022亦或是今年总统大选之前 这些财产都没有出现在监察院申报项目里面 照理来说若是公职人员 每年都必须将所有财产报给监察院才对 公职财产的申报都没有看到这些 那为什么他不申报呢 连最基本应该依法要做的事情 他都逃避都不公开透明 那完全就是打了自己一巴掌 可文哲穿着黄色的被告拘服走下球车 恶毒被北剑提讯 可文哲面带笑容 从容转头跟法警说话 对比先前疲倦模样又明显落差 而他的委任律师 郭正义先后赶来 监察官密集约谈相关人 加快速度调查金华城案是否又有新进度 从前副市长林清荣 到前台北市秘书长李德权 再来是被约谈两次的前都发局长林周明 要比对柯文哲与三个人的证词有没有落差 金华城案美检是再度提讯了柯文哲 也传出有可能会二度传唤陈佩琪 因为他被搜出了两个保险商 分别装着50万元的现金 不排除可能会再找他来说明 除了柯文哲原本被列为证人的陈佩琪 遭检调人员和连证署 查扣到有存放现金的保管箱 虽然陈佩琪解释 保管箱内放的是之前的物品 还有各50万余的现金 也让外界持续关注这些资金的来源 假设陈佩琪没办法证明其手上金流来源为何 然后如果刚好检方这边诱我 相关的证券资料可以证明陈佩琪的金流 跟其他场上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存在 不排除检方未来有可能将陈佩琪转列为被告 其他律师透露 如果陈佩琪被查出的金流 与金华城案有对价关系 才有可能会转列贪污被告 不过整个金华城案接连被爆出细节 USB记录1500选清机 陈佩琪存ADM的次数 案子还没有侦查中间 就被怀疑是否有人接连泄密带风向 检方不受舆论影响 在提讯柯文哲 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查 TVH新闻总部导 陈佩琪首度回应 外传紧连搜出柯文哲的USB 写着1500神秘数字 他不认为柯文哲会记账 过去我对他的了解是不太会 因为他对家里的那个我跟他讲一些 他就觉得我好啰嗦 柯文哲不管家中的钱 但是跟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关系好到去桃柱影员唱歌未老 因为我跟所谓的金华城那边 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交流 觉得他跟我来讲就是咬不可及的人 陈佩琪称不认识沈庆金 但是现在因为金华城案被搜索约谈 他仔细还原当时情况 曾经没有拖延时间 我没有办法解释全部的流程 因为搜索是他打给主席的 那他是说他没有接到电话 那个叫做什么 转接影音信箱 请稍后再播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后来简直打给我的时候 我打给他也是这一种 然后他就叫我要回去开门 陈佩琪说当天从旅馆赶回家开门 他不记得抵达时间 只知道回家时看到柯文哲 在洗澡上大号 那是我上去的时候看到的情况 那是我不晓得说 他已经打电话给他多久 是不是已经很久了 我只是说我看到的情况 是这样而已 但是之前有隔多久了 这个我不知道 之后被约谈 深夜离开时 或到看守所看望柯文哲 都有黄珊珊陪者 令外界质疑 是否有串供嫌疑 想陪伴我 就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谈过法律 因为他也不是那个律师 他也不是先生的律师 从USB1500到人际关系 陈佩琪一次说分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